原油在历史上也叫做清甜原油 清甜原油 所谓的清就是那个WTI的那个I的那个意思 清制或者中制的意思 所谓的甜是指以前的原油 这些美国也有一段时间就是像这个 像这个天然王经纪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器 他拿嘴一尝 有点微微的甜味 这就是原油了 这是原油的一些典故 那这个图形呢 进入年糕点 这是55 这是 上边的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阻力位 这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点 这是周线图 这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点 那中间我们看到在前夕的时候 这个位置出现过密集成交区 那那这种阻力就是它即使密集成交区 又是在这个位置上在这再次形成阻力 再次形成阻力 那现在今年是第三次再次又回到这个区间当中 再次又回到这个区间当中 当然我们在这个区间是否反转 或者说是否破位 我不清楚 可是如果 可但是如果 如果我们发觉这个图形下破到周线之下的时候 就是走周层级上的反转的时候 那这个破位单就会一定会形成对原油的一个下破的确认 我们看到在之前的时候 还有周线图上的大级别的阳线的 行情会形成这种层层递进的这种下跌的关系 那如果我们在这张图上去看原油的话 假设啊 假设我们去 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推想 推想行情 推想行情的走势的这个结构 就是推想它的走势蓝图 那这张图假设我们将来的话是走出V型反转的话 它会走出走到V型反转的中部 走出这个V型反转的二分之一处 那这个二分之一上边55 下边41 中间这个行情将会走700点行情 从55大约走到48左右的中位线 这是V型反转的大约的中位线 在47 48左右 所以这个区间 这是V型反转的中位线 我说的V型反转是这样的一个V 下跌 上涨 这样的一个V 不排除真正的触底 但是行情回到V型反转的中位线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停顿 这个行情假设走出来 其实是今年年末可能的又一波千点行情 这是年末可能的千点行情 我觉得这张图 我们再去思考的时候 每一次行情破位的这些位置上 这些位置其实都是我们合适于去加码的 原油的空单有一个非常的好的好处 它的持仓是非常好的 你持的时间越长 原油带来的 原油带来的这种利息的回报也越高 我们如果去看上一期的走势的话 我们看在上一期的时候 行情会走出一些非常坚决的围绕这个位置的下跌行情 非常非常坚决的一些下跌行情 甚至这个行情会一波走到这儿 就是上一波行情当中围绕着55.55这个关卡上形成的走势 一波下来就走到了中位线 像他一波下来一周两周就走到了中位线 大概47 48的位置上 第二周又是一周走到了47 48 就是一周两周三周就这个行情走了三周 但是他最低的位置走到了43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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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